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聊天的时候 他会说我们家孩子两岁的时候可以被五十种唐诗了 我说我们家孩子不会 我没有教过他 但是我们家孩子能认出五十种植物的 我最初的户外生活是2007年开始 那时候跟大多数旅友一样 都喜欢徒步 登山 露营 一零年八月份吧 因为我有自己的第一笔钱 我就去选择了S3 开了九年 将近十四万公里 在今年的五一前 我去拿S3置换了咱们现在的S9 热爱户外生活呢 跟我当兵的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在军营待了15年 15年的军营生活呢 铸就了我的一些比较印朗的性格吧 09年我在部队休假的时候 我跟我爱人那会儿就是在 也是在网上一个论坛里 我们发了一个活动帖子 他就报名参加 跟我爱人有一个户外生活来走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也跟着我们喜欢 有户外生活的 这也是个耳听污染的一个过程 在城市里边生活呢 相对来说 接触大自然的那个时间少 所以说我们会尽量的用现有的时间 去给孩子多安排一些户外课堂吧 跟我一些朋友家长 他们家孩子报了英语班 武术班啊 舞蹈班啊 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给我们家孩子报的唯一一个班 就是野外求生班 带小孩第一次长途旅行就是在17年的夏天 同时也带着我父母 我们一起去了青海的自家大环县 从北京出发 经过内蒙银川 南州 青海 回到甘南 走四川 到了西安 山西回到北京 整整走了一个大环县一圈 将近8000公里 那是我们家孩子一岁半左右吧 看到了不同的风土人情 地貌 他们感觉那些旅行很有意义 现在我们新航聊天的时候 也会谈戏道 最深刻的就是18年我们去内蒙 那个时候已经是11月份了 但是气温很低 在零下二弱度吧 我们是在生龙标的露营 车里边那个营用水都结冰了 但是孩子玩得很高兴 只要孩子高兴 能承受得了 就可以潮湿一下 他总说自己是探险小能手 去年我们带孩子去了新疆 他回来以后经常会唱一首新疆歌 这里是新疆 这里我都不记得词 但是他很乐在其中 那个去新疆 他拿了那个大囊 他说这是我吃过最好的饼 他跟他幼儿园的同学聊天流失 一到放假了 那个其他小朋友会说 我爸爸妈妈要带我去游乐场玩 我们家孩子就会说 我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野外森林里去露营 会野车 会爬野长城 这种生活方式 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助力 读万件书 行万礼物 我觉得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其实他的年龄长大 他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也许会不跟我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们会一直带着他